我不想和韩信打 我要和他结盟 什么 你们听好 我们真正的敌人 在光武山的那边 叫刘继 如同项羽所说 在龙居被杀后 他第一次有了无力感 十多万精锐被团灭 西厨已再无后继之兵 而此刻被项羽 视若一生对手的刘邦 正怒不可遏 放屁 你再说一遍 你说呀 我这被围 我让他增援他不来 现在 管我要假齐王 面对韩信的使者 刘邦是把一肚子的火 进阶发了出去 给那使者吓得 跪在地上 一声不敢吃 张良一看 赶紧踩了刘邦一脚 你踩我干嘛 心说 大王 你可别上头啊 这一脚 可算是让刘邦心里 开了窗 明白了 要什么假齐王啊 韩信 是个大功臣 给 我也得给他个真王 然后 刘邦站起来 韩大将军是谁啊 替我平定诸侯 打赢了齐国 斩杀了龙居 我就得重重的 犒赏他呀 他怎么指着 我要假齐王啊 要封就给他真的 这才刚刚是迅猛 后面 刘邦才展现了 他高超的帝王术 他让韩信使者 带个话回去 告诉韩信 好好的 安抚齐国的百姓 训练兵马 等待我的语令 封韩信 尾齐王 尽快策封 只要是大将军 说的要求 都满足 这使者 才堪堪喘了一口气 赶紧说 谢谢大王 而仗中 张良和陈平对视一眼 方放下心来 等抽了仗 刘邦向张良问道 张良心说了 你搁这儿跟我 揣着明白装糊涂 张良打了个马后眼 就听见刘邦的声音 他什么意思 我不给他 他就不来吗 张良此刻 心里跟明镜似的 刘邦的心性 哪怕眼下不料理韩信 只怕 一对素果银庄的骑兵 穿越了西楚的迎战 将龙居的死郡和遗体 带给了项羽 此战失利 损兵有浙将 往后 项羽的话说了半截 连年的征战下来 西楚老兵 所胜无几 早些年项羽的战略 一言盖之 就是只攻城不守地 虽是攻无不胜 但是却未取得寸地 换个通俗的说法 诶 我打了 但是和没打一样 钟离妹深知项羽的性格 赶紧开口 替项羽说话了 这是龙居的过错 好生把他安葬 照顾好他的家乡 他是我们的好兄弟 出乎意料的是 项羽这番并没有发脾气 还做了安抚人心的工作 而余子期 直接请命 要再跟韩信打一轮 连钟离妹都说 前线阵地 我来镇守 大王跟余子期 放心去北伐韩信 项羽终是有了成长 少了范增这座大山 替他遮风挡雨 在现有的压力下 他也学会了 换一种角度思考问题 但我不想和韩信打 我要和他结盟 跟韩信结盟 有何不可 大哥 这可不像是从前的你 此刻的项羽 眼眶里满是精盈 脑海里 全是故去私人的模样 可谓是 亚父去世 你方知 见眼逆耳 晚了呀 眼见项羽 有了结盟韩信的心思 钟离妹方才说 我认识个人 名为武社 跟韩信是老乡 我可以找他 让他帮我们 占据其地的韩信 对天下大事 有多大影响 连西楚霸王 都要低下头 派出使者 与其联盟 将军之所以能够保留性命到今天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有相王在 汉王才不敢杀你 西楚使者武社的话 说得真切 韩信一步步地凑了过来 武社的话 继而慢慢递进 将军现在占有一个重要位置 在流相之间 亲谁输谁的主动权 掌握在将军手里 而武社未说完的话 借由太史公司马迁来说 那便是 信 与汉汉众 归处楚安 文言 韩信露出了笑容 此刻的韩信 占据了多大的主动权 近可助汉兴楚 退可天下三分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 我派人先送你回去 还望将军三思 韩信对天下大师的理解 自然不够清晰 还得靠着快彻 给他分析 作为一个纵横家 快彻 好不容易触发了史诗任务 楚汉相争 三分天下 怎么能就此放过 他是赶紧劝说了起来 当今天下 明摆着一个事实 是刘相的命运 完全觊于将军你一人之手 将军不如摆脱楚汉之外 与他们顶足而立 暮下 老兵都被刘邦带走了 新兵都是刚招募的 将领可以扶持 坐看天下 云卷云书 驱虎吞狼 这是个蚊虫 在我耳边 嗡嗡嗡嗡嗡嗡 怀彻眼见韩信 就是不上道 索性 把话就说绝了 将军征战天下 所向披靡 你去投靠楚 楚不信你 你投靠汉王 汉王怕你 我真不知道 你的归宿何在 我为汉王立下 如此战功 即便他不再相信我 总不至于加害于我吧 鸟尽攻藏 吐死狗 韩信听闻此言 惊得拔剑 驾到了宽车的脖镜上 我绝不会做 背弃汉王的事情 而宽车 也顿感深深的失望 他知道 在秦末风言散尽后 你不会再有 纵横家驰骋七果的画面 从此 纵横家将绝迹于历史 指于向策论八十一 真不知道是我疯了 还是你疯 问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下一集更精彩